一个人的假期有生书 编剧夏安 制作MIT BBS Web Radio版 第三集 飞机贴着地面平稳地滑向天空 没在天上绕几圈 我的眼皮就开始打架 恍惚中 我站在家门口 不是上海有门卫有花园的小区 也不是在美国上山下乡时的木板小公寓 而是上个世纪 中国的二线城市常见的红砖楼房民居 楼道的墙壁烟熏火燎 堆满了杂物 我推门进去 听到父母在聊天 提到我的名字 于是宁神细听 小林的事就别管太多了 她本来悟性就不好 考不上重点高中也正常 父亲接口说 倒是小鹏报纸院的事 挺让人伤脑筋的 他们老师 窜度着她报清华 我倒觉得 交大 离家近 把握 也更大些 我听得气血上涌 想要大声质问他们 凭什么 凭什么这么说我 什么叫狗屁悟性啊 可是话到嘴边 却怎么也吼不出来 在胸腔里徘徊 转眼一想 又觉得自己 没有那么理直气壮 他们说的不都是真的吗 哥哥上名牌大学 我却连重点高中 都考不傻 不知不觉 我就站到了屋中央 原来家里不只有父母 还有姑妈和小姨 指着我嗡嗡地说 太不懂事了 哥哥家买房 他说不管就不管了 哥哥当年 怎么照顾他来的 穿哥哥的旧衣服怎么了 女孩子家想吃想穿 有什么出息啊 各种声音潮水般蜂拥而至 压得我胸闷气短 只觉得有满腔的话要分辨 却无论如何张不开口 又气又急 突然在人群中看到老方 赶紧拽着他的袖子 却听他不紧不慢地说 换老板也好 我的方向 不合死你 我真正地望着他 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明明知道 我换方向的真正原因 疑惑他并不知道 一切不过是我自作多情吗 恍惚间 屋子里又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相拥而立 跳着很慢很慢的舞步 一切都那么真实 明晰 开心和委屈一瞬间排山倒海地涌过来 我喜极而泣 我喜极而泣抬头说 看 都是真的 不是我记错了 也不是我胡思乱想 你 Adding 您的东西 我 往下都走 你应该逛 你应该逛 我宜求你 再专一跳 原来把我从梦魇中唤醒的 既不是老方 也不是老贺 而是我倒霉的临座 Bright同学 而让我彻底清醒过来的 还是我奇异的睡姿 我的头居然靠在他的肩膀上 一只手还紧紧拽着他的手臂 另一只手握着我的Kindle 端正地扣在自己胸前 你真的没事 没事 只是睡着了而已 噩梦 我诧异他的神通 连这个都知道 突然感觉脸上冰凉 原来真的已经哭出来了 这趟丢人真是丢到家了 我擦干眼泪十分不自在 觉得有澄清一下的必要 不算什么噩梦 几个小时前 我绝对不会相信 自己会对一个陌生人 喋喋不休地说自己的故事 事实上 不论是别人还是我自己 我我我 这样说话都会令我生厌 而喜欢这样说话的人如此之多 所以大部分时候跟人交谈 我宁可沉默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之所以那么多误会和交流不畅 不是因为沉默的人太多 而是因为大家都太热衷于谈话 我还相信这个世界上最有效的沟通方式 不是话语而是微笑 可是这一刻 也许是受刚才梦中情形刺激 想说都说不出来呀 也许是不爱的温和善意的眼神 表示他感兴趣 也许因为是一个人的假期 无论多放肆多出阁 说过的话没有人记得 做过的事也不用放在心上 假期本来就是用来做平时不好意思做的事的 再说 该出的愁都出了 干脆豁出去 难道下了飞机 我还会再见到不爱的不成吗 这个时候 我空城们已经开始送餐了 我继续发布自我推荐 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不到三十岁 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我们专业很多人需要六年甚至七年 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拿到这个该死的学位 而我只用了四年 四年 我毕业的时候已经有两篇被接受的论文了 是期刊不是杂志哦 当然你不用知道两者的区别 我孤冬喝了一口水 我开始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 很多人都把我误以为本科生的 布莱德真诚地说 现在有人这样认为也不奇怪啊 我得意地笑 明知道它可能不过是出于礼貌 可是好听的话 不管多不靠谱 都能让人心花怒放 我吃了一口沙拉 天哪 太难吃了 虚荣心 与肥皂泡般膨胀开来 挥舞手臂 手腕上冒充脏势的银镯子 叮音作响 不要说毕业 光是被录取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本节目由北美儿童中文杂志 小琵琶冠名制作 华裔儿童自己的杂志 海外华人亲自阅读首选 www.pipamg.org 他们都说这幅画画得比我本人漂亮 所以我就把它收藏在我的微博进化区了 特并 我